近期呢英国的这个生活成本可以说是水涨船高 像最新的这个数据已经表明英国的这个通胀率已经达到了7.8% 相信大家最近呢也是觉得钱袋子减了很多 然后生活各方面的成本都有所上涨 比如说这个能源上面可能是涨幅最明显的 像之前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个大概可能涨幅有百分之百的这个能源账单 然后今年的话这个能源行业的regulator已经把这个账单的上限提高到了1300磅 但是呢他们也有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个上涨还会进一步的提高 可能会到这个2800磅 那么这些数据呢都非常直观的表明 在英国接下来的话这个生活成本是非常的高涨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些这个投资的收益 或者有一些这个额外的现金收入 相信无论对于哪个家庭来说都会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然后还有一个数据呢我们也需要注意的 就是目前就是英国的央行已经加息了三次 目前的这个利率是达到了1% 那么就像刚刚我们有说到 英国的这个房市呢一直也是非常的热 从去年的疫情以来到一直到现在 整个伦敦的这个房价就是高居不下 然后再加上这个升息 其实这些贷款的产品的利率也是一直在水涨传高 可能在前些年的时候我们去贷款大概只有百分之一点几的利率 那么在这个基准利率提高之后可能百分之二到三 甚至比百分之三更高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并且呢还有一个新闻就是英国的这个房产购买政策 Help to buy也是即将就要截止了 他们的截止日期说是这个明年的三月 但其实呢从今年的十月开始他们就不会再接受这个新的申请 所以说在英国买房子的话 还是需要抓紧 第一就是避免这个利率的进一步上涨 第二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年轻人还是可以赶上 help to buy这个政策的利好 但是呢像之前的话 ISA账户中有一种叫help to buyISA 它可以去帮助这个年轻人进行一些存款和补贴 但是这个账户呢目前已经没有再去新的向这个申请人开放 所以目前在所有的这个ISA账户当中 唯一去利好买房的就是今天我们要主要介绍的 叫做lifetimeISA 首先的话我会向大家聊一下什么是这个lifetimeISA 还有它适合的一些人群 为什么这个账户之前它不是说非常非常的流行呢 是因为这个账户本身的限制会比较多一些 第一呢在开户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对这个申请人要求的限制 首先你的年龄需要在18到39岁之间开户 然后呢在40岁这个生日到来之前 要完成这个开户和充值 那么这个账户可以一直使用到 使用并充值到这个50岁 然后要到60岁之后才可以去取出 如果说想要提前取出的话 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就是去缴纳一部分的这个罚款 因为这个账户里面是会有这个政府去给你补贴 25%的这个现金进来 但是如果你要提前取出来就还需要返还 第二呢就是你去购买这个手套房的时候 当你的手套房满足一些条件 那么也是可以提前把这个lifetimeISA里面的现金取出来 然后用作这个买房的用途 这个账户它的原理呢就是 因为我们之前也做了非常多的直播嘛 大家可能也了解 每一个人每一年在英国ISA的额度一共有2万英镑 那这个账户的额度就是4000英镑 你每年可以充4000镑进去 然后政府呢会给你补贴25% 也就是1000英镑的现金到这个账户当中 所以说对于这个年轻人 然后或者说以后打算在英国就是打定主意 我就要在这60岁以后退休养老的人 这个账户都是非常合适的 因为其实你也不用做什么 只是把这个钱存进去 就可以拿到这个政府的补贴 所以呢有很多人 还是会觉得这个账户是非常实用的 考虑到我们刚刚介绍的 这类账户的特性 其实它主要适合的就是这么两类人群 第一在英国还没有买手套房的年轻人 并且呢你的这个房价会在45万英镑以下 第二呢就是打定主意要60岁以后 在英国退休养老的人 因为到时候呢这个账户里面 你自己存的现金和这个政府补贴的现金 都可以以这个免税的形式取出来 然后作为养老的用途 所以呢如果您是这两类人群的话 这个账户会比较适合你 否则的话这个提前取出的罚款 其实就不是那么划算了 接下来呢我们会说一说具体的 它有什么样子的限制条件 然后有几个重要的年龄的年份需要注意 首先开户是需要在18到39岁之间 是可以去开户的 如果说哎呀我的40岁生日刚过 还能不能开 这种情况就是不可以开的了 必须要在这个40岁生日到来的之前 才可以去完成开户 那么只要在这个40岁之前完成开户 并完成了第一次充值 那么这个每一年账户的充值 你都可以往里面再去加4000磅 然后去收政府补贴的这1000磅的现金 那这个形式呢可以一直持续到你50岁 就是相当于你只要在50岁之前 每年往里面存钱 每年都可以再额外的去拿1000磅 到50岁之后呢 这个账户里面就不会说再有其他的充值了 但是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投资 只不过你的本金不能够再增加 然后这个情况可以一直持续到60岁 在你60岁之后 这个账户中的现金是可以取出的 所以说我们来算一下吧 就是理想的状态下 如果我们从18岁就开始开设这个账户 一直存到50岁 那一共可以存32年 然后这样的话能拿到政府的补贴 大约是32000磅 那么你自己需要去放进去的这个资金 也就是4000磅每年然后去存32年 是一个128000磅 这样的话呢 一直到你50岁的时候 账户里应该是会有一个16万磅的这个现金的本金 那这个里面呢 有两种形式 一种呢就是您可以找一些这种现金的ISA 去存这个LifetimeISA 那它是不会做任何的投资的 第二种形式呢 就是LifetimeISA里面 也可以做和其他的这个stocks and sharesISA一样 去买一些股票呀 然后基金呀 这一些投资产品都是没有问题的 并且呢 由于这个LifetimeISA的年限 其实是比较长的 因为你要在里面至少存个30多年嘛 所以说这样的话 你的投资的实现也是非常长的 我们还是会比较推荐 去用这个LifetimeISA去进行投资 因为反正它也取不出来 那我们的投资实现拉的越长 这个整个投资的回报也就会越平滑 它受到这个市场单年份的这个影响 也就会越小 所以这个呢 是可以考虑的一个选项 如果我们去计算一下 这个投资的收益的话 刚刚我们有讲到 存现金存进来 然后存个30多年 大概是个16万磅的本金 如果说我们再加上投资的收益 比如说每年我们以一个 保守一些的数据去计算 大约是3%的话 那存入32年之后 算上补贴 算上本金 再算上我们福利的这个收益 大约是11万磅 最后这个账户 理想的状态下 它的这个总额 应该能达到至少27万磅的 这个账户总额 所以呢 这个是大家常常会忽视的一个账户 因为它的这个本金比较小 但其实呢 如果把它积累起来 还是会有比较大的用处的 接下来呢会详细跟大家说一下这个LIFETIME ISA都里面能投什么 这个也是会被问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那市面上呢有两种 一种是现金的这个LIFETIME ISA CASH 它的这个Provider呢会比较少一些 而且可能主流的银行不一定都有 目前市面上有的呢 大概是比如说Paragon Banking 然后还有Money Box 然后还有一些Building Society的账户 它是会提供这个CASHLIFETIME ISA的产品 那么它里面的利率呢 目前大概也就是个0.5到0.8之间 如果说您就是不希望做任何的投资 只想说通过现金来存取的话 可以到这些Provider去开户 然后去把这个补贴拿到 但是呢这个可能是 就是最最保守的一种方式吧 它并不能说把这个利益最大化 因为我们也看到了 现在的这个通胀非常的高 如果说我们每年有7%8%的通胀 但是只能拿到0.5%的这个利息的话 其实这个资金资产就是一直在贬值的 所以呢这个不是说非常的推荐 但是如果说您不希望有任何的风险 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然后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现在也在做的 就是叫这个Stocks and Shares Lifetime ISA 它会跟这个普通的股票基金 ISA账户一样 它里面可以去买任何的这种持仓 唯一的区别呢 就是它不能提前取出 然后需要在里面一直放到60岁 这个就是它唯一的区别 但是其他的这个产品 可以持有的产品都是一样的 包括像有些人喜欢的这个指数型基金 我们买一个这个指数型基金 放在这个Lifetime ISA里面 去放30年 那它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可观的收益的 市面上主流的话呢 主要有这么几家的这个工商 一个是这个叫Hagreb Svanston 也就是英国比较有名的一家券商吧 它可以就是去做这些交易 但是呢不好的地方是它费用比较高 并且它们不是说给您一个 这种就是组织好的投资组合 是需要您自己去选择 然后去交易的 所以说它们的这个平台的费用大概是0.45% 然后再加上每一笔11磅的这个交易的费用 其实这个对于5000磅 这样每年的一个本金来说 还是会比较高一些 另外的几种呢 它们是会给您投资 投资到一些固定的这种投资组合当中 比如说有这个叫Nutmack 然后还有叫Moneybox 它们都有这种Lifetime ISA的投资产品 但是这种呢它们是一个这种在线平台 也并没有说一个专门的投资经理 去跟您一对一的去进行沟通 然后只是说我们把钱放进去 然后选一个这个方案 然后就这样了 所以说这个呢也是一种选择 但它们的费用也是0.45% 那通过我们圣马力去进行这个Lifetime ISA的开户的话 我们可以去做专人的这种一对一投资经理的服务 并且我们跟这个AJBell平台合作 拿到的这个最低的平台托管费率是0.2%每年 这个的话在整个英国市面上应该都是最低的了 接下来的话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Lifetime ISA实操中使用的情况 大概会有这么三种情况 第一呢就是我想好了我要交这个罚金 我就是要提前把这个资金取出来 那这种情况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计算 就是首先呢我们存了4000英镑进去 政府去给你补贴25%是1000英镑 那么这个账户里是有5000英镑的这个现金 但是如果你要取出来的话 政府要拿回这个整个账户总值的25% 也就是5000镑的25% 那么你就要返还给政府1250镑 所以里外里呢这个是其实是亏的一个操作 如果说您没有想好的话 不太建议去开这个Lifetime ISA 如果说我后面有这个买房的打算 或者说养老的打算 那我们再去开这个账户是最合适的 然后在实际操作中呢 也有很多人是通过这个账户去进行买房的 买房子它会有几个限制的条件 第一呢就是这个房产的总值不能超过45万英镑 这个在英国其实可能在伦敦相对来说 价位稍微低了一点 可能要看伦敦相对不那么中心的房子 或者说伦敦以外的一些房子 都是可以满足这个条件的 如果说想通过Lifetime ISA进行买房的话 这个总价一定需要注意 第二呢这个房子它必须有一个这个贷款 或者说它参加这个Help to Buy 或者Share Ownership等等 这种政府住房计划 它不可以是你全部现金去完成买房 然后用这个Lifetime ISA 就是你不管怎么样 总归要有一部分这个接贷的情况在里面 然后是可以用这个Lifetime ISA里面的资产 然后第三呢就是 这个账户不是说你把这个钱存进去 拿到1000磅立刻就可以拿来买房 有人可能说我可能三个月后我就要交房了 我现在就把这个钱存进去 然后交房时候能不能用 这样是不可以的 因为它的要求呢是说你要把这个资金在账户里面存满一年之后 然后才可以拿出来去用作这个买房的需求 而且呢它的这个现金是怎么样到账的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五月 然后我们存了4000英镑进来 那么到六月的时候 这个平台会去跟政府核算一下这个情况 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这个客户已经存了这个Lifetime ISA进来 那么可能到7月初的时候政府才会把这个钱打进来 那只有说从今年7月开始 然后一直到明年的这个7月之后 你再去买房 那么是可以用里面的这些现金的 所以说如果大家开这个账户是想为了去买自己的这个手套房 一定要尽早尽快的去进行这个开户 这样的话呢能提前预留出12个月的期限 然后到明年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Lifetime ISA里面的资金拿出来 去用作这个买房了 然后刚刚可能忘记强调的一点 就是这个一定要是购买者在全球范围内的手套房 你需要是这个First Time Buyer 然后才可以用这个账户 具体这个账户怎么使用呢 就是说到这个买房的时候 你需要提前去跟你的律师披露这样一个情况 说我是有一部分的这个资金是从这个Lifetime ISA里面要拿出来 那么律师呢他会去跟这个平台进行安排 所以说如果要使用这个Lifetime ISA去进行买房产的话 一定要提前跟律师打招呼 那么律师呢会帮你去准备这个相关的声明 证明说这个房产的总价是低于45万磅 然后你是这个首次购房的买家 那么再去拿这些材料去跟平台进行联系 平台呢会放款到律师的账户 如果说这个交易在90天内没有完成的话 那么这个资金通常也是会被直接退回到这个Lifetime ISA账户里面去 你之后比如说再去买房 或者说再去用作后面退休都是可以继续算在这个额度里 这个到问题不大 其他常见的情况呢 比如说有很多人会问到我去跟这个伴侣一起去购买房产 那这些规定是怎么样去使用的呢 首先这个房产的总价还是不可以超过45万磅 但是呢即便你的伴侣已经不是这个首套房买家 但你自己还是这个第一次购房 那么你自己的这个Lifetime ISA的账户里面的现金 依然可以去用作买房的用途 然后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是这个首次购房的买家的话 那就更好了 因为这样的话两个人的这个存款都可以放到这个购房款里去使用 那比较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比如说两个情侣或者说夫妻 然后两个人都是首套房买家 并且这个Lifetime ISA已经存了两年 这样的话其实就拿到了政府大概4000磅这样的一个补贴吧 就很明显印花税的这个钱基本就已经被cover掉了 所以还是比较合适的一个账户 如果说后面有这样相关的计划的话一定要提前去进行开户 然后提前去做这个准备 在这个之后如果说用这个Lifetime ISA买完了这个首套房之后 这个账户还能不能继续用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在你买完首套房之后依然可以往这个账户里面去存钱 只不过下一个能够取出的时间就是60岁退休之后了 中间就不能再有其他的这些变动 如果说提前取出那么还是会有这个罚款 在这个60岁之后 其实它就没有任何的限制 这个Lifetime ISA里的资金可以免税的去取出 然后用作这个退休啊养老啊这样各项的花销 除了这几种情况之外 还有一些极端情况 就是希望大家永远不会遇到 但是呢同时也会有一些人会问到嘛 假如说我这个开户的这个人意外的身亡了 或者说他得了这个重大的疾病 需要钱去治疗 这些情况这个钱是不是还不能取出来 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处理方式 首先的话如果说这个账户的持有人得到了这个重大疾病 并且呢能够出示这个英国当地有资质医生的这个证明 证明他可能生下日子不多了 大概就12个月以内了 那这种情况你的这个LIFE TIME ISA里面的资金 也是可以没有罚款的去取出 到时候去出示这个医生的证明 进行安排就可以 另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账户的持有人 可能出意外了 然后意外身亡了 那这个账户怎么办呢 能不能取出 他还是可以以这个免税的形式去取出来 但是呢会按这个遗产的方式去分配给你的配偶或者说子女 具体的话会去联系这个遗产的这个经纪人 然后他会去做这些安排 通常呢在这个就是意外的三年之内 他都是会保持这个免税的状态 然后请这个遗产的经纪人去分配给你的家人就可以 那么LIFETIME ISA账户呢 基本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总结一下 它的好处就是对于这个首富有限的年轻人来说 可以拿到一些额外的现金 去购买这个手套房产 这个是非常有利的 尤其是如果两个人一起的话 那么这个双倍的现金 会直接去cover掉樱花税等等这样的一些费用 还是很有好处 第二呢就是如果说打算在英国养老的话 去做这么一个账户 作为自己的这个定期的储蓄 然后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计划 等到60岁之后 能够取出来这笔现金也是比较可观的一个数字 大约是27万磅 如果说我们从这个18岁开始 就去按计划往里面去做存款 去做投资的话 大约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呢它不好的地方也是非常明显 这个一定要大家提前想清楚 然后再去做下一步的打算 第一就是它除了这个买手套房和这个养老之外 不能够提前的去取出 如果取出的话这样的一个损失还是比较的大的 然后第二的话就是要注意这个房产是否符合它的使用的要求 如果说超出了这个45万磅 那么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用这个账户里面的资金 包括说你存款的期限是否达到了一年 然后是否有提前去跟律师打招呼 然后完成这一套的流程 这些呢都是在实际使用当中需要去注意的这个事情 同时呢其实除了这个Lifetime ISA 很多人也会再去开一个普通的这种Stocks and Shares ISA 同时去进行投资 这样的话呢就是普通的这种ISA账户 它会更灵活一些 比如说我们买了同样的资产 普通的账户当你需要用钱的时候 或者说想要去提前取出的时候 都是可以比较灵活的去变现 然后拿出来 这个呢就是比这个Lifetime ISA更好一点的地方 但是呢普通的这种ISA 它是不会有这种现金的政府的补贴的 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 账户的话基本就是这样 然后接下来想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近期的这个投资的情况 因为最近呢这个市场真的是波动非常非常的厉害 从去年年底开始一直到现在 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呢 对这个市场的波动都造成了非常大的起伏 那么首先就是从去年年底一直到现在 一直没有避开的一个话题 就是通货膨胀 那么现在比较高的这个通胀呢 也是第一影响了大家的这个生活水平 但是呢第二就是整个的这个债券的市场 包括股票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下跌 第二呢就是说这个加息的这些政策 比如说英国央行其实是最早开始进行加息的 这样的一个中央银行 然后呢像三月份的时候 这个美国的央行也是说一直要加息加息 然后这个整个的态度呢也是比较的激进的 所以说这个呢也是让市场就是提前消化了很多这种负面消息的 也是让市场消化了很多这种负面消息的影响 然后直接体现在了这个股价的上面 尤其是像美股下跌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像前两年上涨的最猛最多的就是这些成长股或者说科技股 因为他们的这个估值呢其实是基于未来的一个收入的预期嘛 所以说如果说它未来这些收入算上比较高的这个通胀率 再算上加息折现到现在 其实它的收入就是没有前两年看起来这么高了 并且呢像科技这样的行业也是就是在这个市场上钱比较多 泡沫比较明显的时候它的这个股价是上涨最多的 一旦说这个大家对于这个风险的烟雾程度上升 然后希望说转向更为稳妥 希望说转向这个价值性的投资 那么它的这个股价是一定会下来的 但是呢在这些成长股当中 我们可能主要要去注意一些这种 它自己的公司资质比较良好 它的产品有这种护城河的公司 因为虽然它可能身在行业当中会跟随着这个板块 一起去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 但是只要大家对这个科技的需求依然存在 比如说像这个微软 其实我们很难说就是一时之间就完全不去用它的这个软件或者说产品 如果说在通货膨胀期间它愿意去提高它的定价 那消费者其实也只能去接受 它的这个定价权还是很大的 所以类似于这类的公司 我们其实不一定要看它一时的这个涨跌 而是要去多看一下这个公司的基本面 它的这个资质如何 它的产品到底有没有这个核心竞争力 然后我们再放到一个比较久的比较长的时间之后 再去看它的这个股价的变动 然后其他的一些资产 比如说债券 可能很多人觉得说 为什么这个升息了 然后这个债券收益反而变差了 其实它不一定是说升息之后 债券的收益就一定会上涨 尤其是之前已经持有了这个债券的这些 持有人来看的话 如果说升息之后 市面上已经有的这些债券 它为了去跟这些新的 这个利息更高的这些产品去竞争 那么它的价格是一定会下降的 就这样它的这个到期收益率 才能说达到一个能够让这些投资人去购买的状态 所以在今年的这个年初这段时间 其实整个的债券市场都不是说非常的理想 尤其是这种长期 包括超长期或者说中期的这些债券 它们的收益率都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的 只有这种短期的这种债券 比如说在两到三年以内 到期的这个英国国债 包括像美国的这个国债 收益率相对来说是被这个投资人所喜欢的 第三呢就是大家一直比较关注的这个乌俄战争 然后从大概2月份3月份开始 那么这个战争打枪之后 那么股市的这个风险情绪还是很高涨的 然后股价也是下跌了非常多 可能说只有这个能源的这个板块是受益于这个战争所带来的供应的波动 然后它的这个价格是上涨的比较多的 然后很多人可能就会问 OK那最近什么都在跌 为什么我没有多去买一些这个能源的这种相关的资产 为什么我没有从这个里面去获利 第一呢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需要了解的一个风险点 就是能源这个行业 虽然我们看到它在近半年以来 可能它的这个获利是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它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它的这个亏损也是可以非常高的 我们不能说只看到有人挣钱 但是没有看到它这个亏损的时候 所以为了控制这个风险 其实如果你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投资者 能源这块不应该去配置太多的这个资产 在你的这个组合当中 第二呢就是虽然能源板块在近半年之内 就是有非常大的上涨 包括像英国的这些BPR SHELL啊等等 这些股价都有很明显的上涨 但是不光是投资者看到这一点 政府同样也看到这一点 所以说最近像这个National Grid 然后还有SSE这些提供这个能源的公司 英国的政府呢 已经就是向这些公司 propose了一个叫Winpo Tax 然后它会根据这些公司 就是在近半年之内 在能源上面产生了这个过高的收入 去进行一个征税 所以这个呢也是接下来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总的来说呢 最近市场呢还是下跌的比较多 然后波动性也很大 可能有很多人会说想避险 不是很想说现在去进行投资 也想知道说现在投资是不是一个好的时候 我们的建议呢是说 如果说您有这个投资的打算 那么我们提前去把这个账户准备好 开好账户 然后并且有一定的现金放到这个账户里 做好这个提前的准备吧 最近的这个市场确实是波动比较的明显 那么很多人会问现在是不是一个好的时候 去进行投资 我们的建议呢就是如果说您已经有了这个打算 那么我们提前去开设账户 提前去完成这个现金放到账户里 等待这样一个投资的时机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 这个市场还是会继续的波动下去 可能要到或许明年 然后才会有一定的这个好转 但是我们要再看一看 ISA投资的初衷 像LifetimeISA这样长期的 甚至超过30年以上的这种投资产品 只要我们选对赛道 选对这个板块 对英国的经济未来的形势有信心 那么在30年之后 它的情况是一定会乐观于现在 也一定会比你现在什么都不做 要更加的好 像普通的ISA 虽然说它是可以 虽然说它是可以随时的去取出 但是呢这个免税额度 我们可以想一想 如果说它取出来 可能之后这个额度就浪费掉了 我们希望呢 还是说去做一个长期的投资 至少要三到五年以上 或者甚至说10年20年 这样的一个积累 所以呢 大家不用说太过的去担心 这个短期市场带来的波动 如果说这样的话 其实会非常影响这个生活上的质量 可能也会非常的焦虑 波动呢是非常正常的 我们是需要把眼光放的更长远一点 去看一个长期的形式 接下来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关于 LifetimeISA的开户的需求 包括一些账户的使用细节 或者说呢 想要开设这样一个普通的投资账户 来等待一个合适的投资时机 大家都可以联系我来进行进一步的咨询 感谢观看 再见